平川双炼镜天天聊门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主流的对抗 有人组对抗王林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恩爱北部猪岛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上来又是双英雄敲祭坛 不对双农民敲祭坛出英雄 这就是FQQ典型的一个开局 都被你们带偏了 你们的评论评传天天看 还有的人更加厉害 双瓶川敲视频出FQQ 这真是离谱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对手的话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王林选手 ID叫CYNCFL 具体什么意思 瓶川还真猜不懂 如果大家有大神 可以稍微的猜测一下什么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王林这边开局目前来看 比较的常规 暂时没有造第二个通灵塔 哦补了一个坟场 好吧那就是一个科技蜘蛛流的开局 没错首发的是死亡骑士DK 我们看一下这边双英雄敲出来的是啥东西 是血法师 那人族首发血法打王林 接下来的话又是无限无穷无尽的土农啊 好心疼一下王林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人族的话前期造塔还是造的比较的早 说防疫啊要尽早添加 在这边的话民兵敲出来 这一波敲了四个民兵 爱民如此果然啊 FQQ爱民如此上来的话勾了一个闪电盾 但是闪电盾的位置不太好放啊 怕烫到自己的农民 好农民赶紧往后拉扯了一下 这边不要烫死这个怪往后拉扯了一下啊 细节还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DK这边 DK这边前期没什么部队 要么骚扰要么说招几个骷髅练一下小点 哇 这个练完这个点直接练就可以了 练一风暴一放啊 三个罐全部被烧到 这个农民要阵亡了吗 一丝卷好拉回家去 第二个装备打了一个暗影斗篷 这个装备非常的不错啊 因为尤其是血法师去对方家里放火的时候 说把白天也可以隐身非常的nice 好 DK过来的话 哎 没有抓着 别人已经练完了 没办法 对方是双农民敲祭坛 英雄出来的非常的快 第三个点上来直接练商店 好 DK还是说把纹身赶了过来 哇 这个小农民没有变农兵也拉过来了 操作一些小失误 哦 一发C抢了一个怪 不容易 那现在抢完一个怪血法师 离三级好像有点小分体了 好又一发C 这边又偷了一个农民 那血法师看看这一波的话 差67的经验到三 有点危险 不过幸好及时把DK的蓝全部抽完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英雄 你追我赶 是吧 你追我呀 嘿嘿嘿 追到我就让你哈哈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人族这边 加了的话 一个圣塔 一个剑塔 冥冰再一次敲出来 血法师带着DK六弯 然后冥冰敲出来 好这一步练完的话 血法师可以到三级 到时候再去买个鞋子 买个单船就可以干坏事了 这样的话赶紧补一个商店 血法师要补一下状态 亡灵现在的话 好蜘蛛马上要出来 要开始练急了 勾了一个闪电队 啊 这个细节有点差 被怪个勾到闪电队了 好 血法师刚过来的话 升到了三级 吃了一个力量之输 那接下来商店补一补 看看科技情况 人族暂时还没有升本 还在补农民 没办法 前期练急 农民是吧 消耗有点多 好 亡灵的话 二本升了三分之二 即将要升好了 看一下血法师到三级 要开始买单船 或者是鞋子了吗 要开始玩骚套路了 看一下DK的话 第一个装备还不错 打了一个头环 血法师打了一个头环 血法师打了一个幻象拳杖 幻象稍微的来扛一下血量 然后放练员风暴 这三个罐没什么蓝呀 没有抽 抽不了蓝 找机会还得去找DK 把界点来来用用 现在血法师练完这波小点 升到大概是三级 有三分之一 DK现在状态稍微等一般般 主要还是部队数量有点少 好 想过去看看能不能看到人族练级 暂时没有发现 血法师 这边要用幻象来练这个点吗 这个点要练完的话 马上可以到四级的 好 DK继续练 这边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可以的 这一波的话 还是比较谨慎 民兵也敲了出来 这我以为敲了三个 没想到是敲了八个 八个阵亡了一个 接下来的话 血法师可以找机会抽一下蓝呀 抽一下蓝 到时候去王林家里 就可以各种搞事了 民兵变成了农民 现在是稍微的承担一下 扛一下伤害 打了一个吸血光环 感觉用处不大 尤其是对于FQQ来说 主玩英雄 这个东西可以卖一卖 打完这一点 一切都是说那个怪被DK抢掉 如果没有被DK抢掉 现在已经四级了 所以说一个怪的经验 确实有时候影响非常的大 看一下血法师过来 又开始玩撒套路了 放一把火 农民很好可以装进去 这个966这个怪 应该是装不进去 这里补塔 想靠这个塔来射这个怪 到时候是把射到一丝血 英雄再来补一下最后伤害 想起来非常的完美 骚套路真的是多 确实根本就不用出兵 一个英雄任何点都能练 配合塔 加利的话继续补塔 看看这个幻象 能不能骗到对方 暂时没有 毕竟没怎么操作 对方还是平A 把你给带走 那血法师回家 这一波状态补的还行 补的还行的话 要找机会去买个隐身 买个隐身 然后到亡灵家里 哇 亡灵这不很针对 二本的话 早早就找了一个阴影 知道对方这个血法师 骚套路有点多 所以提前搞了一个东西 好 血法师继续这边 也去烧一下 那以后派个农民过来 造连塔 呼呼 是靠塔来练这个966 小法真的是有啊 那血法师现在身上没什么蓝 骚套路用不了 看看亡灵这边的话 等级练到了三腰 DK打了一个大蓝 这一边看看买个什么东西吗 好 冥兵敲了过来 要开始造塔了 这一边 哎呀 双方遇见了 但是 DK好像没有觉得是真身 所以并没有去鸟他 这两个塔造的差不多 可以开练了 DK还在抓血法师 哎 没有抓着 过来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我们看一下这边 哦 首先血法师先把966三个怪给勾过来 那然后靠这两个塔去试 这追的有点远呀 血法师练这个确实有点难练 是吧 因为他好像是磨免的 烈焰风暴 烧不了他们平A的话又非常的难 这两个塔刚好怪进不去 然后白白一射 可以的 这三个怪 炙伤确实是有点了你能着急 好 我们看一下 王林这边 血 王林这边的话 DK稍微让了一下经验 然后这个巫妖单独吃 吃到了二级多 好 这一边的话 血法师坐受渔翁之力 最后一下 手动控制一下这个塔来射一下这个九级罐 然后血法师到时候平A一下这个六级罐 直接把最后的纪念拿走 有想法 另外这边 这两个塔也造好了 炉出一辙 这个套路 好 这一波的话 平A一下这个六级罐带走了 两个六级罐拿走 这一下再把这个九级罐给勾过来 哎 这光扔石头不过来的 这九级罐好像智商开始上升了 再把它勾引一下 血法师 隐身斗篷引一下嘛 有点难够 对方智商刚才被瓶窗批评之后 立马见掌 这不过来了 这好 这个塔射了它一下 哎 这个仇恨还是没有拉过来 好 平A一下 又被锤 又被石头砸了一下 而且也排不过来 这九级罐智商立马飙到一百了 那现在继续勾过来 看看要不要隐身一下呀 血法师 可以隐身一下呀 把它勾过来 勾过了这么远 然后这两个塔可以疯狂的输出 另外一边的话 王林练级练得很开心啊 这个点花的血法是太多时间了 看来这个小细节还有待优化 另外这边我们看一下 王林的话 巫妖马上要到三级了 DK要到四 王林这一波英雄等级练得比较的快 这两个塔怎么设了一下这里啊 王林发现了 那王林要坐收鱼翁之力了 这九六六的怪要给拿走 这波九级怪打掉 打了一个大法师光环 但是另外这一边 哎呦 这成为打工仔了呀 FQ哥这一波套论成为打工人 九六六的经验 全部被王林给拿走 那接下来的话 血法师要报仇 居然拿我经验 然后比赛进行到十分钟 血法师终于要开始去王林家里干活了 哎 刚才那个阴影好像有点矿光啊 去其他地方溜弯子去了 上来一个火放 这个王林反应还是比较快啊 只死了一个小农民 往后拉扯一下 有一个冰塔啊 假如换一个蜘蛛 小狗过来围杀一下这个血法师嘛 血法师还是有单船的 直接单船撤退 现在王林把这两个塔给解决 家里的话人走塔补的有点多 那开始补识旧龙 然后还补了一个车间 双识旧龙一个车间 但是你单换大 出那么多建筑真的划得来吗 现在出一个女巫 一个男巫 这两个小法师部队 以后的作用啊非常的大 一个隐身 无限隐身 就是给他无限给他加血 那现在人走虽然说有两千块钱啊 但是不敢乱花 毕竟现在单矿没有双矿 好 王林现在哎 发现那个点有这样练 这个点没准也这样 但是过来的时候发现 哎呀 同志们我们来晚了呀 这个966被练完了 好 DK练完这一波看看 432 王林英雄等级有点高啊 血法师你单英雄才4级 别人432 那这一局的话FKQ这两个小细节 撒撒路 还是有待完善 是吧 这个链级 链级的效率啊 并不是特别高 导致王林现在链级经验 明显比人组多得多 好 血法师的话 要开始继续去玩撒套路 好 阴影的话已经在这边等候多时了 啊 血法师过来 冰塔马上要打到你 好 基地三本 开始输出 血法师放一把火 这二级火这个输出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啊 三级火的时候到时候比较凶一点 王林的话继续在地图上收割一下 哎 这一波要硬拆这个框盖子吗 但是自己也扛不住了 好 继续单纯回家 王林已经忍不了了 哇 你这个血法师来来回回来来回 就是这么的意思 那我先把地图的点扫完 扫完之后开个分框 这个框盖子非常有钱 两万斤 主框的话估计都是才一万一万左右 这边分框有两万 那现在这个框盖子王林也没怎么修 你可以看看 买个鞋子 好 有个眼睛 到时候地图多插一下 可以第一时间发现血法师过来玩骚套路 血法师引个身 哎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又是一个飞艇 飞艇里面有个小炮 又要开始玩其他的骚套路了 这边血法师迟迟升不到五级 非常的尴尬 王林的话继续扫一下点 反正是要阻止人组开分框 你不开 我开一下 好 血法师过来 那现在有阴影 第一时间会被发现 这边看看小炮的落点会落在哪里 血法师过来找机会要烧农民吗 农民的话马上跑到里面去 这边有个英雄单传回来 乌妖回来的话 确实乌妖装备还可以 输出有点高 上来的话一发挪 小狗想杀这个血法师 不带我杀 被烈焰风暴打得有点难受 另外一边要找机会 血法要不要烧一个输出来 让小炮有地方空降一下 那这一波的话 血法师经验状的还是有点的多 那这一波血法师好像是交了一个TP啊 那现在南乌继续加选 这边小炮暂时下不来 本来是找血法师配合 那血法师自己扛不住撤退了 好 王林分框已经开了出来 王林的话表示要进攻一下 好人组继续扶塔 这一波建筑学玩的非常的讲究 血法师要在家里守吗 不太符合他的风格 继续加一下血 双态稍微再回复一下 买了这一波买了两个塔坯子 小炮终于找了一个落点 落点的话这边把树轰掉 轰掉之后 飞艇再把它空头到这里了 然后再打这个矿盖子 套路还是多 那血法师现在的话 插个12点近可以升到5级 小炮终于找了一个落脚点 落脚点开始轰了吗 可以的 刚好可以轰到对方这个矿盖子 王林还能忍 继续疯狂要怼 怼这边的塔了 应对吗 另外一边 血法师单传 依靠小炮这个点点单传到这里 这个输出 这个攻击的距离 还是比小炮短一点 继续往前冲一点 哇这一把火烧的非常的舒服 血法师升到了5级 亡灵大部队赶紧回来救一下 这波宽盖子是要被拆了 好宽盖子拆掉 那这边的话 飞艇还有 血法师还可以找机会撤一波 上来看看 小黑第一时间沉默 赶紧上飞艇撤一波 小炮还是有点脆 而且蜘蛛过来 没准会往下来飞艇的话 位置要小心 现在 DK要追过来吗 蜘蛛到时候蜘蛛可以这里埋一个 这里埋一个 现在在撤退的过程中 无意发现 好像王林开了一个分框 小炮这里可以下来 王林这边造了一个 可以的 造了一个天轨 专门对付你这个飞艇 那接下来 这一波飞艇要赶紧撤了 好 找个地方下来 血法师平A一下 这个天轨 男士飞艇抗木柱 撤一波 飞艇要是炸了 那小炮怎么出来呢 王林派了一个小农民 好像这一波 要把人族的疯狂也开掉 飞艇被A 现在 输出距离的话 打不着 小炮想轰 轰得到吗 好 想把这边给轰掉 但是没有飞艇了 你上不去 血法师抽个篮 放个火 这一个火三级猎人风暴有点凶 王林赶紧撤一波 现在天轨可以再慢慢打这个小炮 然后 血法师打天轨的话 DK可以C 物妖的话找机会 有视野的话 时不时来一发诺瓦 一发诺瓦直接把小炮给带走 那血法师很孤单了 可以单纯特退一波了 这波的话又开始空头坦克了 好吧 现在人走又开始玩坦克了 确实玩这个 我发现玩这个骚套路必须双线好 是吧 同一个时间啊 必须可以来个两三波的进攻 一波进攻的话 打得别人一下就防住了 那多次进攻 那对方可能会打得手忙脚乱 好 血法师这边买了一个回程 买了一个隐身 那现在这一波要依靠这个空头坦克来拆对方 好 换盖子好像又要A掉 血法师这波的话隐身吃掉 但是对方有这个阴影 蜘蛛 蜘蛛找机会要把地方给围下来 好 换个地方 一发C 好 上飞艇 躲C 换盖子又A掉 那这边血法师可以交回程了 看能带几辆坦克回去 可以的 关键时刻上飞艇 三辆坦克都带回去了 那王林这一波稍微的有点难受 主换的话 换盖子又端了资源 好 分换这边继续踩 看一下 三个坦克 目前的话是零攻零防 存款有3000 换盖子里面还有1000 那就4000多块钱也不多 好 我们盘点一下 现在 人族现在是主换 总共全部钱加起来 也就4000块钱 但是王林的话 两个分换被王林给霸占掉 虽然说王林主换一波三折 他感觉还是能造起来 这么分析的话 人族还是巨大劣势 一框打对方三框 那这一波非常非常的难 两个民兵敲出来想去开分框 突然发现分框已经被别人给霸占了 那真是血上加霜 而血法师现在状态非常的不错 买个避难 把坦克的话稍微恢复一下 哎 补了第二个车间 那接下来的话好像要多出点坦克了吗 两个民兵过来发现分框被战 非常的难受 这一边两个 又空头两个农民想这里偷偷造塔 但是天鬼已经发现了呀 看来王林啊对于FQ的战术非常的懂 每个点每个集结都在防 两个天鬼又把这个 又把这个飞艇给干掉 那血法师怎么和自己的这个部队会合呢 飞艇助理掉 那接下来处理这两个干坏事的小农民 哎 小农民真的是亏啊 是吧 身为FQQ的农民真的是一言难尽 那血法师觉得啊 虽然说农民这个套路完不了了 那血法师继续来放火 好 这 王林没有反应过来 一下的话五个农民直接烧死 不要继续单纯 去守一下这个分框 那现在 王林进攻主框 那这边放点坦克 拖一下你的时间 血法师上完五个农民还不解恨啊 继续放火 要把矿盖子给打掉 这边乌妖一个人好像解决不了这个血法师 过来的话 蓝海要反被别人给抽啊 难受 第一个分框解决掉啊 血法师单纯一波 单纯到家状态恢复一下 到时候女巫再隐个身继续去干坏事 王林现在的话出了一个角落车啊 开始拆这些塔了啊 仁泽要找机会把这个角落车给处理掉 否则的话家里这些塔也是白色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啊 王林还是有一个分框在运营 是吧 两个矿在运营 这个框马上也要起来 王林还是三块 仁泽还是一框 非常难 这边坦克啊 继续过来拆一下这个框 但是血法师引伸啊 赶紧去搞事 仗打下去 人族资源消耗不起啊 虽然说每一次都能占一点小便宜啊 这一波的话 四个坦克啊 空头两个 两个明着来 两个按着来 上来直接硬拆这个地方 血法师引伸啊 继续去干坏事 马上要升到六级了 六级的话 有火凤凰输出可以再增加一些 这边主矿矿盖子都给你拆 基地矿盖子都给你拆 血法师过来放一把火 好 这一波又杀了五个农民 血法师直接升到六 可以的火凤凰招了出来 那现在火凤凰招了出来 处理一下这边的一个小狗 不要继续啊 继续带来救火队长 单传回家 来稍微的限制一下这个血法师 三级猎眼风暴一放 这边火凤凰开始输出 无夭无夭无夭的靠不住了 无敌赶紧顶起来 血法师说赶紧撤队 无夭要被来一发弄啊 没有放出来 血法师这一波非常极限啊 单传回家状态稍微回复一下 这一边的话通过 通过消耗了四五个坦克 终于把这个矿盖子给掀掉 这个矿盖子又要造好了呀 天柜继续担任侦查的一个任务 坦克拆完一个出战告解 继续找这会去拆地方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这边火凤凰变鸡蛋又复活了 现在找机会继续拆个通灵塔 找个机会变大 现在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血法师在家里状态补的差不多 赶紧继续出来 现在主矿采矿 人族只有八百块钱 好像很难受 王林现在还是有一个矿 两个矿 还有两个矿在采 人族已经没有矿了 而且存款并不多 人族这一波还能赢吗 过来继续放火 这边两个农民烧掉 换盖子好像也要烧掉了 这个火凤凰变成一个蛋 这个蛋的话能撑住吗 好像能撑住 主要是对方想去处理一下这个血法师 好 血法师一走 火凤凰 哇 马上虐盘成功 赶紧撤一波 现在四天鬼大战火凤凰 好 天鬼还是凶啊 火凤凰不敌 变成鸡蛋 变成蛋之后 那还是要被A掉 所以说火凤凰这一波的命运已经没了 另外一边的话 人族还是远程采矿 不过有一个阴影 一切看在眼里 血法师在家里的话继续补状态 现在只有一千多块钱 还卖了一点东西 状态补一补 这一千多块钱还一两百块钱是远程采矿采来的 非常不容易 血法师现在每一个进化药水都要省着来 是吧 法类药水是绝不敢买 坦克继续去拆一下主矿 那这一波的话 四个坦克 憋着四个坦克一公一房 这基本上是人族几乎所有的家当 好 血法师再过来去拆一下这边的分框 四个农民 呦 五个农民又被烧死 这一局血法师好像至少屠农五十 四十二十个了吧 远程采矿 四个天鬼开始处理一遍这位小农民 缺乏是在硬拆 那接下来看看 人族还是很难 你虽然说每一次 每一次进攻都能占点小便宜 但你毕竟没有矿 你每一次进攻也要付出一点小资源的 这个四个坦克好像以后全部给拆了 那人族好像难了呀 远程采矿也是被对方给打断 血法师的话把这个分框给处理掉 身上还有回尘 这些东西到时候也可以卖一卖 好 人族憋了几个飞机出来 可以的 飞机出来的话为自己的农民保驾护航 先把天鬼给处理掉 飞机的处理稍错的话 还是要耍尾巴跟星际争霸的一个兵种一样 耍飞龙 干掉对方两个天鬼 先把这个硬硬硬干掉一下 血法师现在拆完这个分框 回家转一下状态 哇 瞬间 瞬间人族好像慢慢打了回来 把亡灵的两个分框给拆掉 主框亡灵还是有三千多块钱 血法师这一波 不敢吃进攻要水没钱 刚好有个大法师关环 再提高一下魔法恢复速度 好 这几个飞机价值千金 把这边天鬼处理完之后 人族还是有一点资源收入 远程采矿 看看这边血法师继续过来 阴影呢 阴影不在 哇 这 突然发现人族好像慢慢打了回来 从零框打三框 慢慢打成了零框 打这个一框 那五一继续单传回来 上来一发诺 那血法师抽个篮 抽完篮之后继续放烈焰风暴 这边DK他们的话也回来了 这一波回来之后 赶紧单传这队非常果断 但是血法师就要通过 每一次放一两个烈焰风暴 慢慢消耗一下亡灵 我们看一下亡灵有多少钱 亡灵也不富裕 只有两百多块钱了 这些小地图显示有些bug 其实建筑已经拆完了 亡灵现在只有两百多块钱 人族还有六百多 不过亡灵这个主框 还有三千多 可以慢慢踩 接下来就要守住这个主框 把这些资源踩完 派三条小狗去 刚才是天鬼 天鬼被飞机处理的 那两条小狗的话 人族还得靠血法师来处理 出了一个男屋 这个男屋 男屋好女屋也过来捡个素 到时候你就跑不了了 飞机这边准备好 到时可以升一下对地 也可以拆建筑 撒一把粉 看一看在哪里 发现阴影不在这边 在这里 血法师过来 还是可能被套路 好 血法师看看 好 制导影影在这里 绕绕绕绕绕绕绕 绕过来 细节非常不错 绕过来继续放火 烈焰粉包一放 这不能烧死四个农民吗 看一下 反应有点快 烧死了一个 烧不死农民 把你这个矿盖子拆掉也可以 刚好单传CD恢复好 直接单传撤退 很开心 矿盖子又被掀掉了 哇 这一局 亡灵的话农民应该被杀了三十个 矿盖子的话应该有打退十次 好 这里又憋出两个坦克出来了 一公一房的坦克 现在亡灵的话没有分框 就靠一个主框在号 双方打的话 暂时误误分不出来 反正正面的话人则是没法打 但是想坦克一波冲 把对方建筑拆完也好像很难 主框毕竟东西还是有点多 那削法是每次都要靠单纯CD过来 单纯CD好 过来放一两把火 然后慢慢去消耗对方 这边飞机巡逻 为自己的远程 远程农民保驾护航 但是亡灵三英雄过来了 亡灵三英雄过来 这边农民有点难受 那削法是要抓紧时间去搞事 抓紧时间去亡灵家里 要继续拆这个矿盖子 让你农民的话继续被杀 哇 DK的话已经五级半了 突腰的话也快快五级了 下巴是隐身 继续过来放火 这边两个坦克 过来这个分框一看 暂时没有 这边放火 这边农民反应过来吗 反应过来了 还是烧死一个 这边火凤凰招出来 那现在亡灵的话 三个英雄都回来了 那这一波有点难 换盖子拆掉 血法是选择单船吗 单船不要被杀 哎呦 差一点 差一点塞出来了 现在还是单船撤回来 不容易 火凤凰被一个天鬼舟追着打 哎呀 没有排面啊 好 反回来说 我好像比你凶啊 但你自己血量不是很健康 飞机赶紧呼唤飞机 过来守卫一下 变大 但是一个天鬼啊 处理不了这个弹飞机赶紧过来 把这个天鬼给处理完 处理掉之后 可以到火凤凰 继续涅槃成功 血法师啊 这个难物啊 一个一个的慢慢加 飞机找紧聚会 还在偷一波贱人住 亡灵现在不敢走 看看亡灵现在还有两个农民 又补了一个大墓地 看看资源的话 亡灵还有两百多块钱 还可以 矿盖子还可以造 好 等了半天 发现血法师没有过来 那遮下来 想撤一波卖红 可以的 火凤凰 有点心急 过来还是被往下来了 变蛋要被处理掉 飞机现在 也不敢冒然进攻 对方有蜘蛛三英雄的输出 还是有点猛 好 血法师状态不好了 优酷也开始各种跟他牵制 我们看一下 哇 人族已经做好了后B计划 B计划就是上 算是上小岛 造几个建筑 到时候亡灵没有飞艇处理不了 有飞艇也不敢过来 因为对方飞机太多 所以说最后打完的话 人族估计 即便建筑全部被拆 还是能达成一个平局 是吧 达成一个平局 这边的话造一个建筑 亡灵好像还难处理 接下来啊 人族已经想好了B计划 血法师可以安准无药的随便干的时候了 现在亡灵现在找机会 还是要把框盖子给建起来嘛 再等 等你半天不来 那我就再把框盖子给放起来 慢慢资源的踩 好 血法师状态不得差不多 又要开始去干坏事了 他现在阴影的位置非常重要 第一时间把血法师侦查出来 然后三英雄输出 让血法师是吧 最好一把猎人分包都不要放出来 那现在亡灵的就主观有些东西 分框也暂时没有造 好 现在亡灵还是找机会把框盖子放下来 刚好血法师过来的话 哎 飞机在这边 这边继续绕 绕过来放火 框盖子还是要退掉 哎呀 这有个车子被烧掉了 这一波有点亏 这血法师过来放把火就走 王林要是去追 那飞机就过来开始搞瘆 这一波双牵制 确实玩得有点溜 把盖子拆 那这边 哎 王林赶紧回防一下 那现在形成了一个局面 就是谁也打破不了 人族的话 想拆掉对方要费非常多的时间 每次只能放一把猎人分包 放完就跑 放完就跑 然后人族还有个B计划 这边上岛造了一个塔 暂时王林想去拆 那必须买飞艇 买飞艇的话 这边有飞机 飞机把你打掉 那你就没了 所以说人族已经可以立一步败之地 接下来调底是平均 还是说人族全胜 好 卖了一个东西 卖了一波东西 又是攒了一点小钱 小钱之后 看来这里要不要升个塔 暂时还没有升 家里可以补个再补个坦克之类的 小马市引升 继续过来 王林的话 又把矿盖子给放起来了 王林现在我们看一下 有多少钱 还有200多块钱 确实可以随时卖建筑 卖装备 这点小钱还是能积攒起来 这里 那人族已经开始玩这个套路了 我就慢慢每次放一个烈焰风暴慢慢拆 你英雄过来我就跑 实在不行单传 然后状态恢复差不多 再来放一把烈焰风暴 放完就跑 另外一边 哎 这边的话火凤凰 加上飞机又把矿盖子给打退了 王林现在真的是在想办法 怎么可以把这个薛法师给抓一次 王林 我感觉打人族这种围走流 还是要去出一个恐惧魔王 出个恐惧魔王限制一下 到时候围杀一下 薛法师这一波的话会加 状态继续补 蓝的话还完全就靠这个大法师光返回 雷琪买这个净化药水 双方这个局面到底怎么能打破呢 蜘蛛找好位置 随时把对方偷袭的飞机给往下来 王林现在还有290块钱 不差钱 矿盖子继续放 薛法师继续开始放火 放完火就走 每次进攻都是双线 这边先吸引一下注意力 然后为这个薛法师放烈焰风暴争取时间 这一波能放两个烈焰风暴吗 好 确实放了两波烈焰风暴 哇 这一波建筑拆的有点多 选择单船 这比小NC一下马上撤退 现在王林还有多少钱呢 还有66块 66呢可以卖卖建筑卖卖装备 这DK有一个大法师光环 回来速度非常的快 好 王林忍不了了 是吧 再这样被你耗下去 好像建筑真要被你耗掉 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 三英雄 每个英雄身上都有一个单船 先去对方家里拆一波 拆完之后 过来看一下 对方有没有开分框 过来一看并没有 这太不巧了吧 刚好两个农民下来 三英雄就过来了 赶紧撤一波 哦 飞艇飞艇要空 要差点坠机了 三英雄过来一看 人族没有分框 还可以 心里有数 血法师过来继续放烈焰风暴 继续放 继续拆 好 首先把你的阴影给干掉 阴影干掉之后 那血法师就可以 无限的干坏事了 这边再放一把烈焰风暴 好 继续平A一下 平A之后找好位置 一把烈焰风暴一放 可以的 这一波拆了两个建筑 这个建筑马上也要拆 差点就拆了三个建筑 哇 这样耗下去 王林很难受 王林现在有多少钱 还有63块钱 63卡人口 像那个乌鸦卖了一波东西 还有一个农民 还有两个农民 还可以继续造这个框盖子 王林还得找机会 继续把这个资源恢复一下 咦 到一个大墓地 人族的话撒把粉 发现对方要造大墓地了 续法师看看 继续隐身 继续去干坏事 人族看看 人族这边分光没有开 王林三英雄继续过来 巡视一下 接下来续法师又要干坏事了呀 好 王林三英雄忍不了 要开始强拆对方的这个地方吗 其实还真可以强拆 DK在后面各种C 是吧 然后乌鸦的话疯狂输出 现在还有六个塔 六个塔机是可以拆掉的 好 写法师过来 一把火一放 哇 三级炼鹰风暴拆建 就是真的快 这边要把这边 农民全部干掉吗 DK单传回来 巫妖也单传回来 双英雄输出有点高 赶紧单传撤退 这边小黑 小黑的 把小黑的单传卖掉了 这里跑到这边 到时候上个飞艇 可以曲线撤退 这一波王林加离 三四五 还有五个建筑 五个建筑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 人族建筑有点多 关键是这个建筑 杀人诸心 王林完全解决不了 火凤凰招出来 找机会 找个好机会变个蛋 这边薛把师回家 没有男巫 没有男巫 这个血量恢复的有点慢 男巫男巫还是有的 继续补男巫补女巫 女巫刚才也被对方给A掉了 主要是对方拆建筑 这边女巫稍微有点冲动 被三英雄给打掉了 现在王林三英雄继续过来枪参 DK随时一发C 这两个远程英雄出处还是有点高 火凤凰火凤凰 找机会 找机会 不要不要 在这里变蛋了 赶紧找个陆地 所以说要在这里变蛋就没了 飞机在这里虎视眈眈 但是有一个蜘蛛游网 男巫隐个身 随时要撤退 到时候不要被三英雄给解决了 所以家里的塔马上被处理掉 那现在 好 巫妖 现在的话 血法师果断给这个女巫输点蓝 然后给自己一个隐身 互惠互利 莫过于此 上飞艇 这个残余的兵在这里 躲着 亡灵就没机会去处理了 单船回来 看到一个双英雄单船回来 这边火凤凰还是要被解决掉 变蛋 也没了 血法师一个人赶过去 有点难受 这边小黑也慢慢走了回来 小黑的待遇有点差 每次要自己走回来 那现在走回来之后 亡灵 五个建筑 农民 还有一个 这血法师杀人诸现 最后一个农民要解决掉 看看 过来一看 这还有一个火种 这个农民待遇非常高 放了一个三级烈焰风暴 再平A 带走 那现在亡灵最后一个火种都没了 小狗 那小狗过去侦查一下 看人族里面有开分框 这一步打的真的是 有点久 自从人族造了一个塔 在这个岛上 那就与利益不败之地 最多打一个平手 最差打一个平手 好的话 人族还是能赢的 看目前的形式来看 人族还是可以赢 过去每一次去放个猎人风暴栏就撤 亡灵这五个建筑还是要被消耗掉 万一过来各种放火的时候 被对方英雄杀掉了 那亡灵也好像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地方 血法师看看也不敢冒完过去 那打成一个平局吗 这还有四架飞机 如果说能把这个蜘蛛给解决掉的话 飞机拆建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当然前提还是血法师 能把对方三英雄给骗走 血法师继续引伸 亡灵的话三英雄也去开始去拆对方的建筑 小狗侦查发现人子没有开分光 我还有机会赢 反正都是无矿打无矿 而且我还有三英雄凭什么输给你一个血法师 血法师继续过来放火 那三英雄CD好了 可以马上单传回家 看到对方去拆自己的建筑 很放心 可以开始放恋炎风暴了 三哥塔马上要全部处理掉 这边恋炎风暴处处理 火凤凰召了出来 你可以单传 巫妖单传回来 但是你一单传回来 对方就撤 那他真没办法 好 再耗下去的话 可见亡灵还是要退了 随时上个飞艇躲在这里 亡灵完全找不到对方这个英雄啊 所以现在人族基地还在 是吧 人族这个建筑也不显示 过来的话 藏在这里非常安全 现在亡灵我们看一下 有多少钱 还有122块钱 122块钱的话 没有人口啊 卡住了 没有人口 造不了农民 那基本上也是无解了 三英雄在这里守 守着雪法师来送 那雪法师也不想来送 好 亡灵的话忍不了 直接退出了游戏 那我们恭喜人族啊 矿日十九 一矿居然打赢了三矿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